在东汉光武帝时期 成留东婚人叫刘坤 他在当江令县令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那一年县里突然发生大火 不一会儿火柱风势烈焰腾空 刘坤闻讯之后赶步现场 看到火势越来越猛 心里惦念的百姓的安危 他看到这个大火怎么能够灭掉 便不由自主地对着大火跪在那里磕头 没想到突然天降大雨 不一会儿大火居然被熄灭了 一场灾难很快了得到了化解 后来朝廷任命他为鸿农太守 鸿农军地处靖玉霞之间 北陵黄河当地有很多的猛虎 专门到乡下马路上来吃人 吃老百姓 连旅客都不敢经过 刘坤在鸿农县当政三年 施行德政 爱民如子 军中教化盛行 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当地的老虎背着小的狐仔 渡过黄河全部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军农县从此以后没有的虎灾 挥布了平静 百姓安居乐业 古人认为 人品好的人能抵御天灾 能赶走老虎 就像民间长期传说的虎毒不吃孝子 光武帝刘秀听说这些事情感到非常的惊奇 哇 这个世界还有如此的奇能呢 他认为刘坤是个能成啊 就是非常有能耐的将成 他提拔他到皇宫去 认光禄迅之职 在皇宫里面认知 召见的时候 刘秀皇帝就迫不及待的问他了 啊 这个 听说你治理地方推行了什么德政 竟有这般不同的寻常的效果 想必你必有高招啊 啊 哈哈哈哈 与一般人的猎奇心理不一样 刘秀特别关注的不是事件本身的结果 而是想探下下属的德政的效应 到底靠的什么方法让老虎走掉 让大火被熄灭 出乎意料的是 刘坤他不顾皇帝的信头和心思 坦然的回答了三个字 偶然而 就是很偶然的发生的 他说皇上 这纯粹只是巧合 发生大火的那天 天空早已布满阴云 只是迟迟没有下雨 城一时心急就跪地祷告 玄农金的老虎外逃 是因为当地的百姓长期的伐木肯荒 导致稀稀地大量减少 再加上当地人对他们的围追菩萨 老虎只好外逃 而小城怯巧那天赴任 言外之意是 我城有何德何能啊 这不过是我偶然碰上的事情 和我的德政有什么关系呢 此言一出 皇帝左右两旁的人 忍不住都笑了 他们笑 刘坤脑袋不开窍 太傻了 皇上都肯定了你治政有方 你为何不称此 天赐良机 把自己的功劳摆一摆呢 然而到底还是刘秀懂得 立志之道 他见刘坤如此坦荡无私 实话实说 静不住感变地说 这才是有德性的长者该说的话呀 刘坤回到家 他的弟弟不停地埋怨 他说 哥哥啊 你好糊涂啊 你为什么不趁机会 在皇上面前把自己催一翻呢 你偏说 那是自己损害自己的实话 这时候 刘坤正式地说道 如果有一天 皇上叫我用此法去灭火 去驱虎 我该怎么办呢 一旦不行 陛下肯定不悦 拿偶然之事 吹嘘之言 炒作自己 必然遭致祸宅 刘坤没有顺着民意 民间 把自己神化 所以在古代 还是在现代 总有一些人 喜欢吹嘘自己 以获得上司的奖励 而刘坤却看得长远 他深知 如果你一时的吹嘘 只有将自己置身于悬崖上 一旦谎言拆穿 会跌下万丈深渊 我们学博做人做事 要看得长远 你才能躲过人生的陷阱 迈过利益的劳容 拥抱美好的未来 所以不贪不争 心静如水 台长跟大家讲 优点不讲跑不了 缺点不讲不得了啊 心如尽 有些人觉得自己的心中 哪有净土啊 台长告诉大家 实际上你的心很干净 你的土就是干净 你的心就是土 土就是你的心 如果你能心如尽 你的心静 你的心静 就是你心中的净土世界 每一个人都想知道 那个净土是怎么来的 台长告诉大家 那是修来的 慈悲心 那就是人伤我痛 要让自己完全存在于一种自然的自信状态 对世界上的事情 不管苦的甜的自然来自然去 顺其自然 不娶不舍 无求无欲 保持一种安详的状态 台长告诉大家 要记住 没有欲望的人 修心是最好的 有欲望的人 修心那是比较痛苦的 修心是修自己 不是去修别人 真正的随缘才能顺利 真正的放下才能得到 所以能够舍才能得 人间的道理才叫舍得呀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